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5日 去年3月28日,新闻点评首播 今天是11月15日,播出400集 一直没有订下这个频道订阅人数的目标 自己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热爆的频道 目标其实都是希望分享一下对大家相关事的一些看法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明白到不少香港人都很灰心,觉得说都没用 甚至还有些风险 仍然信,大家都希望有人继续讲 我也希望仍然有人听 可以的话,请继续支持 我也希望可以继续讲,更多人听 大家一起加油 说回今天的话题 香港政府商界时挂在口中的一句话 就是说香港是打开门做生意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今天在一个经济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发言 也都提到说香港应该高举开放大旗 发挥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 每年在维园举办的年宵 既有打开门 给有意做一些小生意 大大小小都好 经营下,赚小小钱 也都有打开门 与民共乐的含义 本应该都是一些开心正面的香港市 昨天维园年宵摊档就竞投 民主党派了一些成员去投得摊档 食患处在没有提供原因之下拒绝签约 民主党人就以个人投得摊档都被DQ 实际的损失相信都有限的 都未做生意 但是对香港作为一个所谓打开门做生意 有规有矩,开放透明 也都有专业公务员说专业地去执行他们工作 政治中立的地方 看回这件事,DQ事件不是一件小事 反映了香港的一些很根本的优势 正在被自己一点一滴地破坏 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就说 他们的党派出一些职员去竞投 就说理论上民主党的名字 在整个竞投过程里面就没有出现过 就对食环署取消了他们成功竞投的资格 就觉得有些差异 但是就说不想揣测 是不是有所谓黑名单 民主党的副主席五海因 也都以个人名义 其实都是投得一个围园年宵的摊档 同样就被他签约 食环署在回复报章查询的时候就说 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 重新根据竞投的规则 政府是有权保留 有绝对的权力去拒绝和他们签约 无需交代因由 全国港澳研究会的顾问刘兆开 就认为政府或者是不想 连销市场出现政治宣传 这么说 食环署过去其实也曾经有几次 终止了一些民主派的政团 在连销摊档的租药 每次其实都有交代原因 有个说法 从来未在竞投的期间就已经DQ 去年维园年宵支联会 投到一个失货摊档之后 食环署曾经引用竞投的规则 拒绝即时签约 跟着搞了几个钟头之后 跟他们签 然后去到年宵期间 真的开始摆档了 食环署要求支联会 拆了一些和卖花无关的环额 最后围封了摊档 终止了做药 去远一点 2017年的维园年宵 当时的青年新政 和香港民族党 也都试过投到摊档 之后食环署就说 他们的活动和港独有关 跟着就取消了他们特许的经营资格 这些过去DQ摆档 至少都有一个具体的根据 说法 是不是合理 就是另一回事 民主党这个个案 他们在公开 拒绝的程序里面 投到一个摊档 然后未做任何事情 也都未就这个摊档 说过任何一句说话 说想怎样怎样 自然其实就不可能 违反了一些规定 唯一可能的就是 他们是民主党的成员 民主党 以公司注册 并不是一些所谓非法组织 更加说不上是一些什么 三合会 黑社会 这样 成员也都不是以党的名义 竞投 就算以党的名义 竞投 也都不能够假设 他们将会在 面消市场搞政治宣传 街道上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政治宣传 选举也有 很多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都有 其实这条线就是说 你只要你内容不违法 不违法一些相关的法例 或者譬如说先动 政治宣传又怎样呢 政治是中日的事 宣传下又有什么大问题呢 假如任何人和民主党扯上了关系 他们做任何事都被政治标签的话 这个不符合法治精神和原则 食患处是一个技术执行部门 应该就是说要依法执法 本着专业精神去做他们的工作 假如变成了一些政治工具 用尽权力 然后又说无需交代因由 以为显示绝对的权力 实际上就是令到公众对 所谓绝对权力 绝对腐化这句说话 有更加的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 公司打开门做生意 当然有权可以用各种理由 不跟你做生意 但是香港不是李家超公司 食環处处长也不可以随便说 DQ任何按他们自己定下来 公开公平合法的程序 投到年宵摊位的人士 这些其实就是说我们 讲法治 讲道理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 但是当然了 当社会变成了没有底线 有权者想怎样的话 就会出现 所谓有权用到尽 无权者就缺乏保障 感觉到不安全 社会难以安稳发展 这个都很自然会出现的一些现象 民主党就被指反中乱港 政治上就已经被排除在制度以外了 看回在进行的区议会选举就已经清楚了 镜头年宵摊位 其实都属于一种的社会参与 成员不以党的名义 最终也都被赶尽杀绝 社会学学者女大乐 日前就写一篇文章 分析香港的状况 他就引用了香港人一句 即是所谓口头禅 一上世日讲的话 做人不要做到那么准 不要那么绝 他就说所谓绝的意思 就是不留情面 不留余地 不给予机会 要斩草除根 令到对方那些人 无翻身之日 呂大乐在一篇文章 就没有投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他在说些什么 做人不要那么绝 这个都真是做人的道理 同样其实都应该是政府做事的 道理 倘若 事事是以政治出发 以消灭反对声音为目的 无法服众 社会上也都近半数 或者甚至过半数的市民 心不服 管治 只会是倍功半 甚至更少 多谢大家收听今天第一四百集 请大家继续支持 亦都介绍给多些朋友 听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拜拜